這是PC嗎? God 這也太輕太小了吧 你住在台灣嗎? 台灣可是3C王國 你有組裝過自己的 電腦嗎? 以前你可能會說 組裝電腦那麼大一台又那麼耗時間又那麼多線材 超麻煩的 今天我要證明你 你現在錯了 現在的組裝電腦 這麼小 看不出來嗎? 跟滑鼠做比較 那組裝的時間呢 應該不會花你一個小時 那我們來開始看內部囉 大家看一下 第一件呢就是可以看到一個 標準的Intel出的風扇可以放入在這一台mini PC裡面 也因為這一台 可以放入一個標準風扇 所以它不受限於只能使用U系列 也就是我們省電板的CPU 那 基本上我現在用的這個 主機板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使用華碩 H110 SE的 部分 那 它這個主機板可以支援到第七代的 Intel CPU 然後呢 它可以支援到 i7 7700K 那當然我不建議用K系列啦 因為可能散熱還是會有問題 因為K系列還是要用更高規的 風扇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 側邊的部分 這部分呢有兩個記憶體的 插槽 那 它可以支援到32G 也可以跑雙通道 那在這些線材的下方呢 我手這邊線材下方 有一個M.2的 插槽 那 它是 可以支援 我們一般所謂 聽到的 M.2 SSD 也就是我現在有放入的部分 同時還可以再外接一個2.5吋的 硬碟 那基本上它要怎麼放呢 它是放在這個風扇 跟 主機殼 的中間 所以它會夾在這個地方 那 當然我們的 顯示卡 一定是要用內顯 那 電源供應呢 只能做 外接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到這邊呢 我們就繼續講 它有三個 螢幕顯示的方式 有兩個HDMI 一個Displayport 也就是我們的DP 在這個旁邊呢 有一個USB3.0 USB2.0 還有我們的網路線 這是後面 的部分 那我們轉到前面囉 好 前面呢 有 我們的 麥克風 還有耳機 的孔 然後呢 外加 有一個USB3.0 還有一個USB-C 厲害吧 好 我所使用的 硬體 還好包含軟體 我都放在影片的下方 大家可以看我使用哪些零件 那我總共花的不到 一萬三 這台電腦 適合 單純就是使用網路 可能用Office 或是說可能是 只是看看FB 上網看電影 他也可以打一些簡單的遊戲 但如果你要真正是玩很多 比較高畫質的遊戲 可能當然是不行 那也是屬於我剛 說的 那一類型的族群 又缺一台電腦 趕快行動吧 拜拜 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